嘿 哈喽 神剧热闹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齐宋 到点了 我先下班了 拜拜 你觉得齐宋身上非常戳中你的特质是什么呢 齐宋在二十不货二里 他其实就是职场上反PUA 然后反内卷 然后职场刺客 他就认为说我工作的时间 我只工作 那我工作结束了 我为什么不下班呢 我觉得齐宋最戳我的一个点 就是他把工作和生活平衡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整个的人的状态是非常松弛有度的 如果真的也可以做到这样的 我觉得也真的很不错 所以就想再聚力体验一把 我有一场戏演的是最爽的 大辞职 跟老板大吵架 那这个职场和这个公司已经不适合我 那我就要大胆地说离开 很解气 这那场戏演的 他说我是关心你 我说用得着你关心嘛 然后当时演着演着 我就自己蹦出来一句放烟 我说你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这个词就被保留下来了 后来我们在拍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词还挺好的 就一直留着了 我是觉得人生当中 没必要那么的得体 遇到不舒服的 不好的东西 就一定要学会拒绝 去大胆地去说就好了 你们四个人合体直播的局 是你传起来的吗 哎呀 也不算 也不算传了 因为刚好大家最近就是 在北京 那大家刚好能在一起 吃吃饭 然后聊聊天 我就把大家都交过 我们想说就朋友一起 然后开心就好了 然后就到后来发现手机里 别人给我发现 就是你们好吵啊 我要关直播了 对 好像有点受不住了 大家在一起 大家都说青春剧里面的感情套路 要么竹马 要么天降 结果都被你占权了 我对 我先竹马后天降 对 有一个感情基础 然后又天降来了 对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男生 还是女生 在恋爱过程当中 我觉得细节的小点 其实要比很大的 看似很浮夸的浪漫 要更出人心 会一起复盘彼此的吻戏吗 比赛剧中的吻戏 是不是比较多的 那肯定是没有那个 那个 朱如晨跟丁一轩的 那个那段CP多了 这是我第一次 在 剧里 接吻 的戏 对 我们那天拍的时候 又是在 海边晚上挺晚的 其实还蛮冷的 但是因为我们剧里 没办法穿很厚 很厚嘛 就本身就得发抖 然后还要去 就是 kiss kiss 对 然后你就会再想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怎么办怎么办 你拍吻戏那天 有被他们围观吗 好在那天的拍摄点 非常的远啊 大家又在拍别的组 然后就没有过来 心里还比较踏实的一点 你们会去看 别的小伙伴拍吻戏吗 会去呀 我跟周一然就去看了 那个心灵灵和彩虹的吻戏 我们两个就像 就是群众路过 然后我们两个 也没有跟剧组的人说 我们两个自己 就是打车过去了 然后我们就站在人堆里 就这样 然后还问 这谁在拍戏啊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